2019年11月18日,香港理工大学外有非法示威者集结,参与反修理游行 其中14名男性和5名女性在大学外被警方拘捕,均被控一项暴动罪 当中一男一女,另外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 此案件4月7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 法官批准将案件押后3个月至7月7日再审 以便警方做进一步大量的调查 19名被告可继续以原有条件保释,包括遵守宵禁令 每周到警署报道,不得离开香港等条件 当日下午,19名被告分别走进西九龙裁判法院接受审讯 被告包括陈浩瑜、卢可文、邝晓凡等人,年龄在16岁至29岁之间 在法庭上,警方控罪指出,19名被告于事发当日 在九龙七贤到南和昌云到交界与其他不知名人士一起参与暴动 另外,黄亚颖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及未有出示身份证两罪 控罪指他当时管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做非法用途的工具 包括喷漆、螺丝、起子、煤油及火柴等意图做非法用途 而温浩中另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严重伤人 控罪指他当时持有剪刀、切刀、钳子及铁线等 还意图11名警员受严重伤害 控方表示,由于警方需要进一步调查 并听取法律意见 包括翻看约9000小时的现场电视片段 以及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上摄影机的片段 申请将案件压后三个月 法官当庭批准 由被告申请缩短消禁时段 以及减少报道次数 但遭法官拒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